第351章 金氏之剑 村长眨眨眼睛 试探道 难道他也姓秦 青幽山人讥讽道 是啊 他的确姓秦 难道秦冲明也是霸体 道兄 你让我有些不解了 我小玉京都不知道有霸体这回事 你是如何如此笃定 世间有霸体说的 村长心潮起伏 并不解释 摇头道 我只是疑惑 无忧香的神奇怎么会来到小玉京 这位前辈本来便是小玉京的创立者之一 青幽山人道 我从小玉京的记载中得知他与人定下了吐蕃之约 后来他决心违反这个约定 有些事情他不得不做 于是他的元神被吐蕃收走 只有躯体留了下来 他自己在死前将自己的神藏化作七座神殿 他用心良苦 就算是死后也要留下这七座神殿栽培后人 村长看向三元殿 疑惑到七座神殿 莫非这里除了三元殿 武器殿 六合殿之外 还有七星殿天人殿 生死殿和神桥殿 为何不见其他几座神殿 人体之中七大神藏都是一体 七座神殿自然也是一体 其他几座大殿都在这座三元殿之中 青幽山人道 世才你说 既然我已经开了三元殿武器殿 何不一鼓作气开了六合殿 其实是因为我小玉京也没有开启六合殿的能力 这尊无忧香的神奇有许多秘密 六合殿能不能开 不是我说的算的 我小玉京的三元老人和武器老人 只能打开三元殿和武器殿 六合殿打开不了 我小玉京的人手不够 再加上老道主和老卢来倒是够了 但是他们二人刚刚来到小玉京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熟悉六合殿 小玉京的老仙人只有十多人 开启六合殿需要六位最顶尖的强者 到了七星神殿需要七位 他们这个层次的存在 小玉京更加人手不足 我说你虽然小气 但还不至于对无忧香的人这么小气 原来如此 村长笑道 青幽山人冷哼一声 这尊神奇的一切都练到神的层次 神眼 神手 神腿 神的肉身 不仅如此 他的元神也达到极为精纯的程度 他的法力之雄魂也是神的层次 他的智慧也是神的层次 道兄 人黄倘若选择三元突破 我只怕他什么好处也得不到 村长思索一下 徐徐道 他的法力也是神的层次 那么 真的遇到对手了 青幽仙人不解 村长淡淡道 我残老村几个老不死的都各有所长 我们九人有些地方都达到了神的境界 但是在法力上 无一人能够达到神境 但是默的元气之雄魂 却达到了这一层次 他的境界虽然没有跟上来 但法力雄魂程度 却让人拍马不及 如果说 天下间还有人能够拥有神一般的法力 这个人定然不会是颜康国师 而只能是默 秦幽山人也知道 秦慕的修为是何其强横 道 你试才说 他的剑法还有许多破绽 遇到剑是超过他的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想 他已经遇到了 村长心头大震 这尊神奇也是神剑 秦幽山人点头 似笑非笑道 道兄 你现在是否能够与我说说 霸体是怎么回事了吧 村长微微一笑 悠然道 霸体独一无二 超越四大灵体 是天底下最含有的体质 只要世间出现一个霸体 便不可能有第二个霸体 但是 会有尾霸体出现 争夺霸体气韵 三元电中 秦慕脚步迈开 直奔那尊少年神奇而去 步履沉重 但速度极快 脚步落下 踩得泥土翻飞 大地波浪般抖动 泥土碎石 飘起来的一瞬间 便被融化 有的在空中变成了陶剑 有的变成了石剑 有些石头中藏有金属 也被烧龙提炼 化作锋利的飞剑 将炼宝融入到战斗之中 是秦慕的绝技 哑巴并未教过他 但是活学活用 历来是秦慕的长处 他在这里 不能动用自己带来的灵兵 那么就当场炼制 待到两人相距百丈远近 秦慕身边 已经有百十口飞剑之多 与此同时 他的剑法施展开来 一出手 便是剑与山河 秦慕胸腔中 豪情涌荡 神可伐语 约 可 他的剑光暴涨 一口口飞剑 迎着那尊少年神奇功去 剑光闪闪 只是百口飞剑太少 他体内的剑光迸发 以剑光来弥补飞剑的不足 他飞速向前冲去 剑与山河也在向前扑去 山山水水 如同化卷展开一般涌上前去 这一剑 他动用了自己的各种领悟 村长的传授 国师的开悟 秦汉珍的指点 他将自己的所得 融入到剑中 剑光威力暴涨 这是他威力最强的一招 开黄泻汪洋 威力也不如剑与山河 因为他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剑与山河上 对剑与山河的改良最多 相比村长传授他的剑与山河 在威力上秦慕这一招 已经有了敬畏的提升 而在他的对面 少年神奇指掌间 也有剑光爆发 数不清的剑光飞来 秦慕微微一震 立刻看出了玄机 无忧香的剑法 他是来自无忧香 他顾不得多想 两人剑法终于碰撞 无数剑光将两人同时淹没 威威山河中 蕴藏的威能 悉数释放出来 而无忧香的剑法 威力也自暴涨 三元老人 站在日月河高山之上 向下看去 只见山河在刹那间溃缩 陡然无穷的能量爆发开来 如同两个雪亮的大球 向外膨胀 了不起啊 大日之中的天元 真人惊叹 这两招的威力爆发殆尽 秦慕与那少年 神奇倒飞而去 轰然落地 身形依旧止不住地向后翻滚 像是从山坡上 滚落下来的破步娃娃一般 一边翻滚 一边四肢 无助地甩来甩去 啪 秦慕贴在山崖上 身上一道道剑伤炸裂 鲜血在崖壁上 涂出一朵朵梅花烙印 我的剑法 秦慕可雪 缓缓从崖壁上滑落 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脸上的震惊难以掩去 输了 他第一次施展出 自己完善的剑法 然后就痛痛快快地输掉了 剑法被对方破去 而他的对面 少年神奇喷的一声 砸入一座山头中 一块块巨石被震得脱落 从山崖上落下来 他身上没有剑伤 但是秦慕这一招的威力太大 超出了他所能抵挡的范畴 单论剑法 他的剑法的确在秦慕之上 秦慕的剑吕山河 尽管操控了上百口飞剑 再加上无数道剑光 但没有一道剑光 一口飞剑击中他 然而秦慕这一招巨大的威力 将他中创 剑法威能爆发时 恐怖的力量碾压过来 虽然没有直接击中他 但让他的肋骨传来折断声 少年神奇却仿佛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双臂震动 从山石中脱身而出 向前滑行数十丈 平稳落地 他的腋下 断裂的肋骨刺穿了他的皮肤 骨头茬子露在外面 然而 他却似乎毫无知觉 抬手将断骨抽了出来 随手扔在地上 山崖下 秦慕摇摇晃晃起身 怒吼一声 运转造化人王公 将身上伤口封闭 他没有选择用龙弦来治疗伤口 他的伤口中藏着对方的剑椅 不屈出剑椅 龙弦也无法治疗他的伤势 而且 对方也没有疗伤 既然如此 索性公平一战 霸体 举世无双 若是我不能剩你 便是我不够努力 秦慕催动霸体三丹弓 身形突然神话 化作牛手人身脚踏双龙 眉心间长出一只牛眼 咕噜滚动一下 他周身火焰熊熊 脚下双龙大不向那少年神奇冲去 动用剑驴山河这一招 对他的消耗极大 倘若继续动用这样的招式 他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必须要换招 少年神奇的身躯也在变化 化作虎手人身的太白星君形态 也是足踏双龙 不过却是精气所化的双龙 而秦慕脚下的双龙 则是火气所化 两人脚下双龙飞奔 突然两两折向 几乎平行向旁边的一座山峰冲去 大龙圆壁 龙爪扣在山石上 脚步如飞 向山上攀爬而去 而在龙背上的两人 各自都是神话形态 施展出神话形态的最强神通 向对方攻去 那座大山极高 正是地缘真人所立的那座山头 即便此山巍峨高达千丈 但秦慕与少年神奇 也即将杀到山顶 两人的功法连连变化 无药境界的五大神话形态 被他二人施展出来 十二世人手鸟身的碎星君形态 十二世人手蛇身的镇星君形态 忽而又化作人手斥发蛇身的 陈星君形态 奋力搏杀 地缘真人双手须须抬起 这座大山顿时开始生长 山栏膨胀 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 秦慕与少年神奇不断上行 杀得乱石崩飞 法力也比我丝毫不弱 他绝对是霸体 秦慕心中震惊莫名 他已经不知觉地落在下风 他一边抵挡对方的攻击 一边融化岩石炼制石剑 铁剑 铜剑 想要占据兵器优势 不过他分心之下 便被对方压制 少年神奇尽管在他下手 却逼得他不得不向上退去 秦慕炼制的飞剑不断被他击飞 一口口剑破破烂烂 横七竖八地插在山崖上 两人身影几乎与地面平行 不断向上奔走 势头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这座山不能再升高了 继续升高的话 便会崩塌 地缘真人皱了皱眉头 正要从山头上离开 让出地方让他们尽情厮杀 突然秦慕运转所有法力 与少年神奇硬拼了一击 仁皇还是太年轻了 他炼制飞剑 损耗了不少法力 而今又与神奇硬拼 只怕是拼不过了 地缘真人刚刚说到这里 两人都被震得 从山崖峭壁上脱离出去 秦慕被震得高高弹起 而少年神奇 则被震得向下落去 秦慕强行止住身形 全身上下的剑窗顿时裂开 鲜血滋滋向外喷 胜负已定 他抱贺一声向下冲去 所过之处 山崖上一口口石剑 铁剑 铜剑 纷纷飞起 向少年神奇攻去 这一面山崖上 插满了他炼制的各种剑 此刻不知多少口石剑 铁剑铜剑 在秦慕的驾驭下 向少年神奇疯狂攻去 少年神奇来不及躲避 元气爆发 剑法施展出来 叮叮叮暴雨 打梨花般密集的剑光碰撞 他的剑法的确高深 但是毕竟 失去了地力 被从上而下传来的力量 压得稳不住身形 向山下坠去 而山崖上 更多的石剑 铁剑 铜剑飞出 汇聚成剑的洪流 勤慕以气欲剑 每一口剑的速度 都各不相同 剑招也各不相同 时慢时快 时进时退 他施展的还是剑履山河 依旧是自己威力最强的一招 少年神奇的剑光 时不时破开剑雨 勤慕似乎全然感觉不到疼痛 剑法压迫着少年神奇 以更快的速度 向地面撞去 大地越来越近 你说了 勤慕露出一丝笑容 无数口石剑铁剑和铜剑 裹挟着少年神奇 狠狠撞击在地面上 轰动 大地剧烈震动 澎湃的气流 卷起一块块山石 四面八方吹拂而去 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断剑横七竖八地 插在坑洞周围 碰 勤慕紧随其后砸了下来 将地面砸出一个小一些大坑 这个小一点的大坑中 传来他气弱油丝的声音 你是尾巴体 嘿 嘿嘿 而在此时 大坑里传来动静 勤慕毛骨悚然 还活着 第352章 豆腐心 勤慕想要挣扎起来 突然双腿传来咔嚓的声音 两条腿骨被摔得不满裂痕 现在一用力顿失舌了 他疼得全身静软抽搐 接着双臂也顿时折断 勤慕一动也不敢动 抽搐也不敢抽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他现在任何力量也不敢用 生怕稍微喘一口粗气肋骨 会全部碎掉 他的法力也耗光了 无法取出饕贴代理的龙弦疗伤 疼痛将他淹没 汗珠不断涌出 他全身上下的剑伤筒筒炸裂 鲜血流出 勤慕感觉到自己身体发热 好像岩浆一般滚烫 但他明白 这其实是假象 是自己失血太多 身体开始渐渐变凉 给大脑造成的错觉 他跟随要失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他的血在流的话 必死无疑 旁边的大坑里传来崩崩的声响 秦慕心中颓然 难道我才是尾霸体 不对 我只是不够努力 没能发挥出霸体全部的实力 他差点拼个同归于尽 这才险生半招 但自己也彻底丧失战斗力 突然 旁边的大坑里 三道气流奋出 如同三道长虹 落入秦慕这边 钻入他的体内 秦慕顿时只觉 自己体内的骨骼在移动 断骨重连 骨骼上的裂纹 也不断自我恢复 他身上的伤口 也在飞速自我愈合 刚才他被打掉了几颗牙 现在竟然也在生长出来 秦慕正了正 随即听到潮水般的声音 那是从他体内传来的声音 是他的元气 在澎湃发出的声响 他的修为 竟然在飞速恢复之中 他的力量也在恢复 肌肉中的伤痕 也在自我修复 很快秦慕便感觉到 自己的伤势 已经好了七七八八 不仅如此 他还感觉到 那三道长虹中 传来奇异的力量 让他的灵胎神藏 发生剧烈变化 秦慕立刻看到 自己的元气似乎液化 勇着灵胎 在灵胎四周旋转 自己的灵胎 似乎浸泡在温暖的海洋中 无比舒服 上次这种舒服的感觉 是我三岁左右 我在婆婆的床上睡着之后 梦里找茅厕 好不容易才找到 结果尿了一床 然后 我便被婆婆拎着腿扔到血窟里了 秦慕眨眨眼睛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三元 天元 地元和水元 三元里涌来 灵胎神藏还在发生巨变 它的灵胎在飞速成长 脚下的灵胎也在不断变大 像是一座小小的陆地 而从灵胎的口鼻中 呼出的元气则升腾而起 滚滚的元气聚在一起 红彤彤地悬在半空中 那不像是太阳 而夜化的元气聚在一起 像是个水球 也不像是月亮 它的灵胎神藏 还是不能与神奇的神藏媲美 秦慕试着催动一下霸体三丹弓 只觉弓法运行还是有所色致 应该还是有些引伤未消 恭喜人黄三元突破 突然间群山消失 天空中的太阳 月亮也顿时消失无踪 秦慕躺在一座大殿之中 身下是冷冰冰的石板 秦慕挣扎起身 看到了五位老者 分别坐在五个方位上 高高在上 与三元老人几乎一样古老 他四下看去 这里并非是他进入的三元殿 像是另一座大殿 五位老者的模样 也与三元老人不同 秦慕定了定神 全身肌肉酸疼 双腿和双手还在颤抖之中 刚才那三位老仙人何在 秦慕声音有些颤抖 问道 三元老人不在这里 其中一位老三人 个头虽然矮小 但声音却极为洪亮 中气十足 道 我们是五要三人 这里是武器殿 我们在武器殿 看到仁皇做到三元突破 心中着实钦佩有加 仁皇突破之后 便被送到武器殿 即将迎来武器考验 我做到三元突破了 秦慕又惊又喜 只是双腿 还在不听话的抖动 停都停不下来 他果然是尾巴体 我才是真正的巴体 少年得意 五要三人听到这话 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露出不解之色 不知道什么巴体尾巴体 秦慕努力站稳 但还是双骨站站 两条手臂也不听话的 抖动不已 一位老散人微微皱眉 道 仁皇是第二个 通过三元突破的人 是否打算挑战武器突破 秦慕还是干脆坐在地上 免得自己站不稳 跌倒出丑 问道 武器突破 比三元突破如何 稍微困难一些 一位老玉和颜悦色道 仁皇能够做到三元突破 足以让自己的根基 更加雄浑 武器突破 应该也不算太困难 还要困难一些 秦慕悦然 摇头道 五位前辈 是否可以通融一下 容我改日再来挑战 他现在着实无力 去挑战武器突破 虽说他胜过了少年神器 得到三元 伤势也基本上痊愈 但是肉身的酸疼 却还不曾消散 而且最后一击 从高达数千丈的山上跃下 带给他心灵的冲击实在太大 他不仅仅是肉身颤抖 现在灵魂也在抖来抖去 魂不守舍 这五位散人 看出他的状态不佳 对视一眼 其中一位老者道 我们小玉京 从前没有这个规矩 倘若通过了三元殿的考验 便可以进入我们武器殿 败了之后便离开 中途停止的事情 从未有过 另一位老遇到 不过三元突破 着实难得 上一个做出三元突破的人 还是七千年前的事情 仁皇既然能够走到这一步 倘若不许他改日挑战 为时过分了 五位老者商议一番 为首的一位老者道 仁皇既然开口 我们小玉京 也不是不知变通 那么便等仁皇休养好了之后 再来挑战武器殿 多谢 秦牧挣扎起身 向五位老者见礼 待到他直起腰身时 眼前的景色又是为之一变 他已经出现在三元殿外 天元真人 地元真人和水元真人 正在与青幽山人说话 青幽山人一脸震惊之色 村长则是露出谦逊的得意之色 仁皇 三元老人齐齐见礼 天元真人诧异道 仁皇为何没有经历武器突破 便出来了 秦牧的腿还有颤抖 道 五幼三人知道我状态不佳 许我今后可以再入武器殿 再挑战一场 青幽先 这武器殿的考验 是否可以通融几日 青幽山人面色舒缓 正色道 仁皇而今的状态 的确不适合继续再战 武器殿之后还有六合殿 老道主和老卢兰两位道友 也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熟悉六合殿 也罢 仁皇可以再过一段时间 来我小玉京 将武器殿和六合殿一起突破了吧 秦牧试探道 那么请小玉京的高人下山之势 青幽山人笑道 我原本只是想你战胜了 我小玉京的三个弟子 便随你下山 而经你三元突破 已经打破我的期待 我既然答应你了 自然不能反悔 秦牧惊讶 青幽山人自从他上山以来 一直没有给他好脸色看 冷嘲热讽 怎么现在这么好说话了 青幽山人向三元老人道 三位师兄 我随人皇下山 出了一些世俗之事 这些日子不在山上 还请三位师兄多操劳一些 水源真人道 红尘多滋扰 难定仙人心 师弟下山 当心扰乱了这颗心的情景 青幽山人笑道 我已经在红尘俗世中历练了一遭 世俗之心早已死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 他又换来王木然 木青代 何龙渝 道 我要随人皇下山一趟 你们也随我下山 不必一辈子哭守小玉京 陪着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 也没有什么乐趣 三人又惊又喜 他们早想下山 怎奈小玉京的规矩大 青幽山人平日里 根本不许他们下山历练 青幽山人 又向老道主和老如来请辞 两位老人笑道 我们才刚刚摆脱世俗之事 求个清静才来到小玉京 你又要跳进红尘 青幽先 我怕你染上红尘 便跳不出来了 青幽山人肃然道 你们多虑了 我只是按照诺言下山 完成诺言之后便会回来 世俗之事 办不住我 但愿如此 青幽山人又请来两位老仙人 道 尤云 悠和 两位师兄精通数数 随我下山走一遭罢 两位老仙人笑道 下山走走也好 王沐然骑来一头熊鹿 这头熊鹿是真散人的坐骑 真散人死在颜康国尸首中 他的坐骑也就由王沐然养着 这头大鹿不比龙麒麟逊色 因为龙麒麟肥胖 熊鹿反而显得雄壮几分 屁腻了龙麒麟一眼 对这只肥猫般的家伙 很是不屑 龙麒麟早已经习以为常 不以为义 熊奇尔巧声道 龙胖 大鹿在鄙视你 拓面自甘 龙麒麟俨然早已得到 他横任他横 清风拂山岗 众人离开小玉京 清幽山人回头看了一眼 心中有所感慨 向村长道 许多年前 我跟随你离开此地时 胸怀壮志 满心想着 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视野 回来时一直消沉 雄心壮志早已被磨灭干净 我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离开 没想到 却被你的弟子 请出了小玉京 真是造花弄人 不是木儿请你 实在是你心动 村长意味深长道 风动还是翻动 忍者心动而已 清幽山人哈哈笑道 你错了 我世俗之心已死 不会活过来的 村长摇头笑道 刀子嘴豆腐心 木儿 你别看这老家伙 总是凶巴巴的兄弟 其实他最是脆弱 你若是让他伤心了 他的豆腐心能碎一地 糊都糊不起来 清幽山人冷笑道 我的心摔碎糊不起来 你刚才还趴在地上哭了 村长大怒 当年血气仙子离开你的时候 是谁趴在地上 哭得像泪人一样 你刚才哭惨了 还要人黄抱 你死皮赖脸哭求复合的时候 可曾想过 今日用来嘲讽你 你还在人黄胸前蹭鼻涕 秦木瞪大眼睛 这两个老人的年岁加在一起 只怕有一千六百岁了 还吵个不停 相互接对方的短 将对方的丑事挖出来 他们越活年纪越小了 都是老小孩 秦木摇了摇头 心道 瘸爷到哪里去了 如果道门高人没有赶上他 只怕他早已进入小玉京了 我在小玉京中 担待了两三日 这两三日时间 只怕能让瘸爷爷 将小玉京翻好几遍了 还有 不知道草原上的战事如何 国师是否到楼兰黄金宫了 大雪山 楼兰黄金宫外 一片肃杀 严康国师背负双手 面无表情 目光落在那金碧辉煌的威鹅宫殿之上 在他身后数以万计的 严康国大军队列整齐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即便是军中的异兽 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国师 鸾蒂克汗来想 一位将军上前 攻身道 第353章 上仓四军 让他上来 严康国师淡淡道 鸾蒂克汗身上缠着锁链 被捆绑结实 几个将士跟在身后 将他推搓着上前 罪臣鸾蒂 鸾蒂克汗正要下拜 严康国师脸色微变 抬手将他掺住 似笑非笑道 鸾蒂师兄 要献我于不义 鸾蒂克汗趁势起身 笑道 若是能坏你和严峰帝的情谊 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严康国师摇头道 你坏不了 你就算当着大军败我 皇帝也不会疑我 只是那些清流大臣 让我头疼 能少一事便少一事 鸾蒂师兄 身上的锁链退去吧 我不受你的投降 带回到京城 你再自负向皇帝请降吧 鸾蒂克汗身躯摇了摇 身上的锁链顿时寸寸断去 落了一地 诸多将士心中一惊 纷纷踏前一步 严康国师抬手 让他们退下 道 不用如此防备 鸾蒂克汗目光闪动 听闻国师与神相争 受了重伤 即便有小毒王和小神医疗伤 此刻修为 也不曾恢复到巅峰状态 难道便不怕我突然抱起 向国师痛下杀手 严康国师道 一个月之前我会怕 不过尔经 我已经领悟初见到 虽然伤势依旧在 但我已经不用怕了 你出手 你死 鸾蒂克汗悚然 严康国师抬头望向前方的 楼兰黄金宫 悠然道 鸾蒂师兄请看 楼兰黄金宫固若金汤 大巫巫王防备森严 一手难攻 倘若强攻 我大军必然死伤惨重 我还感觉到 一股股可怕恐怖的气息 隐藏在宫内 应该便是大尊的前世神了 我感应到十八巨 如神一般的可怕气息 所以屯兵在此 至今未动 鸾蒂克汗道 这十八巨 如神如魔如佛般的肉身 便是大尊的十八世肉身 极为可怕 也是镇守 楼兰黄金宫的最强的力量 楼兰黄金宫 除了大尊十八世神之外 还有十二位修炼到 通神境界的教主即存在 最强的便是无尊 此人的实力 比我不差 严康国师问道 天人境界生死境界的高手 又有多少 鸾蒂克汗笑道 我怎么知道 你效仿阎峰帝 应该会知道 严康国师看他一眼 轻声道 比如我 便将天圣教 道门和大雷音寺的高手的名讳 能力 临兵 悉数掌握 国家之上 不容许圣帝作威作福 你是草原的皇帝 自然不会容许楼兰黄金宫 坐在你的头上 你一定清楚 鸾蒂克汗赞道 我斗不过阎峰帝 正是因为有国师助他 倘若 我有国师这样的帮手 何至于不得不详 楼兰黄金宫中的 天人生死境界强者 我已经备好名册 陷于国师 说吧 取出一本名册 严康国师将名册 交给身后的魏国公 道 让将士们看一看 各寻对手 准备杀敌 魏国公召集军中 天人生死境界的名将 聚众严独名册 严康国师道 黄金宫有阵法守护 历代大尊乌尊设下的禁止和杀阵 而今更是悉数催动 防范我军 鸾迪克汗既然有心推翻黄金宫 那么一定心有成算 有了攻破黄金宫的办法 鸾迪克汗没有回答 反而问道 国师为何不问我 因何而降 国师见我来想 便如此信任 不加防备 甚至问我破黄金宫之法 难道便不怕我是诈降 提供错误情报 让你全军覆没 严康国师摇头道 你因巫毒而降 鸾迪克汗沉默 大尊命大巫王下巫毒 草原实事九空 草原的族民死得只剩下一城 唯有你们草原上的 几座大城的居民未死 严康国师道 你是草原的皇帝 你的族民被杀了这么多 仇向谁报 只能是楼兰黄金宫 所以我信你 不必怀疑你 鸾迪克汗默然 两久这才吐出一口浊气 道 两国交战 不斩子民 倘若我攻入严康国 严康国的国土上的百姓 都是我的子民 我不会伤他们 倘若严峰帝攻入草原 草原上的牧民便是严峰帝的子民 严峰帝不会伤他们 然而楼兰黄金宫 却灭我族人 我不能忍 国师 黄金宫的弱点 我当悉数相告 不会有半点隐瞒 严康国师露出笑容 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你来 等了多久了吗 今日你来 天下圣地便少了其一 鸾迪克汗彻底心服 国师再朝一日 鸾迪一日不返 若为此事 眼被海东倾拙了去 心被雄鹰挖了去 子子孙孙 唯奴唯弊 京城 九龙汇聚之地 九条如龙般的山脉聚集 汇聚九龙之气 此乃帝都 这次下节来 见到严康国师攻克草原 才知严康国的军队 越来越有天军气象 越来越像是开皇时期的神魔大军 京城上空 一个方圆母许大小的卢鹏悬在空中 棚下的云朵上 几位仪容不凡的男女坐在云端 头顶卢鹏遮阳 向下看去 查看严康国的气域 这几位男女都很是俊美 而且年纪看起来似乎都不大 然而修为却高得下人 有神佛之相 其中一人便是乔兴君 玉柳等四女伺候在一旁 虚生花也在 只不过是站在另一位年轻男子的身旁 这年轻男子是他的师尊 玉君 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他们 上苍有四大首脑 除了乔兴君 玉君之外 还有花君和严兴君 因为村长离开大虚一世 上苍的四大首脑竟然全都到了 四人看向下方 都露出了金蓉 我上次前来详宰 倒不曾细看 玉君沉吟道 当时我只粗粗看到京城的九条龙脉 没有看到其他龙脉 以至于严康国险些成了大事 花君是个美貌少女 生如黄梨 很是清脆月儿 道 这九条龙脉是黄龙山脉 除了这九条龙脉之外 还有四条江龙水脉 涂江 金江 永江 黎江 他手掌轻轻一滑 元气在空中化作一面镜子 向严康国的弟弟照去 那镜子竟然能够透射弟弟十多里深浅 只见镜中照出三条大龙 那是弟弟的岩浆长河 花君道 再加上这三条藏于弟弟的火龙脉 严康国境内的龙脉已经多达十六条 严新军摇头道 不止 你们看严康国的海岸 海岸山脉起伏不定 像是双龙双尾香盘 又是两条龙脉 那龙盘尾之地 不知道是什么山 十八条龙脉 难怪严康国人杰地灵 飞黄腾达 乔新军沉声道 草原被病入严康 是迟早的事情 这次严康国师攻入草原 算算时间已经到楼兰黄金宫了 草原上有几条龙脉 其他三军心头危险 还有北方苦寒之地的血缘 狼居虚国 那里有几条龙脉 乔新军道 严康国的龙脉之多 已经超出我们的预计 若是单独一条龙脉倒也罢了 难成气候 但群龙升天 这便是要夺天地气域了 我倒觉得 杀老人皇室小 寻到严康国的主龙脉 将这条龙脉收走或者变迁 让他群龙无首 这才是我们下界要做的事情 欲君陈吟 道 主龙脉不在 群龙无首 气运分裂 天下群雄并起 分裂严康 的确是一个好主意 哪条龙脉 才是严康国龙脉的主脉 四人纷纷向下望去 寻了半赏 还是看不出主脉 还是请上仓患龙军前来 寻到主脉 他豢养龙族 对各种龙分辨清楚 又善于晦策计算地理 乔兴君道 秦英 姚花 你们回上仓一趟 让患龙军下界 请他将严康国的龙脉 测量一番 确定主脉 秦英姚花二女乘势 连忙匆匆去了 欲君笑道 剑神至今不曾现身 真是扫兴 我还以为 我们放出气势来 他便会赶来应战 没想到却胆怯了 从前的他 可不会胆怯的 看来剑神真是老了 这便是繁体的悲哀 花君笑道 任由壮年何等强大 灵老也要气血枯败衰竭 气血一败心也就败了 算算年月 他的死期就在明后两年 为了活着两年 他还是避战了 真是讽刺 虚生花 你寻到新的人皇了吗 虚生花道 弟子偶遇了此人 但却没有认出他 错过了 不过 我赠了他一包茶 他邀请 我去严康国的京城喝酒 想来去京城 还可以再见他 欲君饶有兴趣 这位新人皇的本事如何 很高 虚生花回忆 与秦木碰撞一记的情形 道 他那时的法力极为浑厚 元气修为比我要身后一分 但是招法神通 比我逊色一分 对神通的领悟比我要差 修为比你还要身后 上苍四君都露出惊讶之色 虚生花的修为 在同境界碾压上苍 即便是四君 在同境界的修为也不如他 这世间 竟然还能有修为超过他的人 不过 我从小欲经归来 便将修为的短板补上了 虚生花道 如果他没有相同的际遇的话 现在我的修为只会比他强 玉君露出笑容 笑道 你去京城吧 杀了他早日回上苍 这人间是乌浊之地 不宜久留 我们几个会寻医出家的 等候换龙君 查看龙脉的主脉 倘若剑神胆敢应战自然是好 倘若他不应战 收了主脉之后 我们便回山 虚生花称事 乔星君道 我让金燕和玉柳跟着你 免得萧小之辈对你下手 玉柳和金燕心中窃喜 玉柳拖着玉瓶 金燕怀抱琵琶 跟随虚生花前往京城 上苍四军见天色将晚 于是降下云头 来到一处幽静之地 炉棚落下 这里山清水秀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但对面却是一栋房子 房门开启 走出一位浊浊齐滑的女子 踢着小巧的木水桶去打水 看得上苍四军都是面红耳赤 心脏砰砰剧烈跳动起来 即便是貌美如花君 上苍中最有姿色的神女 此刻也自残行贿 但又同时对这女子心动倾倒 真是神也极度爱慕的美貌 四军稳住心神 那女子看了看突然多出来的炉棚 又看了看他们 向四人见礼 道 四位贵客 天色将晚 到了晚间不要出门 玉君心生爱慕 笑道 仙子 这里又不是大虚 为何晚间不能出门 即便是大虚 我们也可以肆意出门 严兴郡 乔兴郡也心生爱慕 有心与这女子亲近 笑道 良辰美景 家人为灵 这里真真是圣地也 花君心中有些酸楚 有些嫉妒 但是看到这女子的美貌 嫉妒之心 也就不翼而飞 那女子露出惊讶之色 原来四位 都是神仙般的人物 能够黑暗中进出大虚 是我多虑了 说吧 打水去了 到了夜晚 上苍三军翘手望向对面的房子 花君也有些期待 笑道 你们既然心动 何不邀请他过来坐坐 正说着 突然对面房门开启 只听一个让人气血沸腾 血脉糞张的笑声传来 四位贵客远道而来 身为此间主人 妾身却来迟了 上苍四军 趁着朦胧月色看去 心中奇奇惊叹 真是神仙 也要倾倒的角色 第354章 小妖狐 那几位上苍的神 没有隐藏气息 他们似乎是去了 私婆婆那里 屠夫和瞎子 住在相隔千里之外的书州 瞎子似乎看到了这几人 面色古怪 道 现在到了夜里 厉老魔头出来了 屠夫惊讶到 遇到了私婆婆容貌的厉老魔 他们怕不是要死 瞎子面色愈发古怪 道 厉老魔头与他们谈笑风声 屠夫道 那是真的要死了 厉老魔头在村子里的时候 哪个不是被迷得神魂颠倒 连村长都不敢看他 也只有你才无视婆婆美貌 你觉得这四尊上苍的神 何时会反目成仇 自相残杀 瞎子摇头道 他们毕竟是神 岂会因为一个女子打起来 我觉得吧 咦 打起来了 瞎子看了片刻 松了口气 道 只是稍稍较量一下 但攀比之心很重 离打起来不远了 死婆婆 还真是祸国殃民 屠夫摇头 婆婆从不祸国殃民 是厉教主祸国殃民 婆婆很善良的 从来不祸害我们 厉大教主一出来 便差点让村子分崩离析 对了 这一路上你看到笼子 哑巴他们了吗 他们俩一向形影不离 不曾看到他们 瞎子道 哑巴是追一艘船跑掉的 至于笼子去追他 多半是追不上 哑巴的速度很快 只比瘸子差一点 你觉得这四尊神 何时会反目成仇 屠夫黑黑笑道 那就要看厉大教主 想要玩多久了 上苍的这四尊神 已经不足为虑 我们不用太近 等厉教主玩腻了 咱们再看情况定 龙气灵背上 秦牧突然想起一事 向清幽山人问道 清幽仙 须生花进入三元殿 选择的是什么突破 清幽山人道 他自己没说 但是三元老人知道 也告诉了我 是天元突破 他突破时很轻松 自言后悔 没有选择三元突破 那么武器殿中 他又是什么突破 秦牧又道 武器殿的土要突破 无药之中 土要最强 秦牧点了点头 虚生花的确很强 从前的本事 便不在他之下 修为虽然比他弱了一线 但神通却比他精妙 这次虚生花 在三元殿和武器殿中突破 修为上的短板 估计补全了 秦牧得到三元突破 补的是灵胎神藏的基础 而他却有天元突破 和土要突破两种 其中 土要属于武药神藏的基础 秦牧自己的法力修为 是否能够压过他一线 还很难说 原本不知道 他是上苍的弟子 向他讨了一些茶 我还欠他一顿酒 秦牧思索 虚生花还是个不错的人 很有气度 是个难得的对手 自己很想再度遇到他 但也不想遇到他 村长 上苍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上苍 走狗之地 那些真神养狗的地方 村长道 这个地方在西土 很是神秘 不过那里我也没有去过 具体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 有些人可以登上西土的神山 上香闻达上苍 但是这种香我也没有 应该是一种特质的香 我若是有这种香 早就杀到上苍去了 秦牧哭笑不得 村长与上苍的强者 只怕已经斗了一辈子 对这个圣地很不待见 公主是否听闻过上苍 秦牧询问雄西语 上苍的确是在我西土 真天宫也曾经见过上苍的人 不过这个圣地很是神秘 比小玉京还要神秘一些 雄西语目光闪动 秦声道 刚才村长说的香 叫做神香 真天宫有三种 倘若秦教主 能够助我夺回公主之位 我可以赠给教主 秦牧眨眨眼睛 不接这个话茬 思存道 不知道楼兰黄金宫 有没有这种神香 班公做这小子 活了这么多事 收藏的宝贝肯定极多 说不定有这种宝物 国师还欠我一百件宝贝呢 话说 瘸爷爷怎么还没有出现 小玉京应该早就被偷光了吧 雄西语叹了口气 带来到京城 秦牧带着众人来到太学院 太学院中没有多少世子 很多太学院世子 都赶赴前线 上了战场 这便是颜康国的圣地太学院 众人好奇地四下打量 除了秦牧和龙祈灵 其他人都是头一次来到这里 相比其他圣地 太学院还很年轻 不如大雷音寺的须弥山巍峨 不如道门的昆仑玉须山清幽 也不如天魔教圣灵山神秘 当然 更加比不上底蕴深远的小玉京 单纯从外表来看 太学院也比不上西土真天宫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从这里走出的名将名臣 绵绵不绝 诞生于此地的高手数不胜数 太学院虽然年轻 但已经露出不凡 甚至超越其他圣地之处 秦牧来到神通居 却见自己的住所 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心中诧异 难道灵儿到了太学院 突然 外面传来一个声音道 放牛的 舍得回来了 你不知道 八山祭九带着我和司圣女 跟随我二哥去北征 和狼狙虚果打的 秦牧回头 只见灵玉秀疯风风火火地 从外面闯了进来 见到这么多人 灵玉秀吃了一惊 不敢大声喧哗 连忙平住呼吸 连步子也卖得小了 很是淑女的走过来 小鸟一人地 站在秦牧身边 巧声道 放牛的 他们是 这是我村长爷爷 秦牧摇椅从龙骑灵背上搬下来 村长在摇椅里没有起身 笑眯眯地打量灵玉秀 这几位是小玉京的老仙人 清幽仙 尤云仙 幽和仙 秦牧介绍三位小玉京的老者 道 这边三位是小玉京的师兄 王木然 龙鱼 木青带 还有他们母女 是西土真天宫的女主人 雄西宇公主和雄琪儿小公主 灵玉秀一一见礼 众人连忙还礼 秦牧道 我这里不够大 住不开这么多人 妹子是否有多余的房间 灵玉秀笑道 女孩子可以住在我那里 我就住在隔壁 秦牧谢道 妹子 我不在这些天 多谢你帮我打理房舍 灵玉秀摇头道 不是我 是你家的小狐狸做的 灵玉儿真的到了 秦牧又惊又喜 对狐狸儿很是怀念 她刚才跑出去听课了 还没有下学 灵玉秀矜持笑道 这小丫头可钻营了 你不在的日子 都是她屁颠屁颠地跑去听课 刘孝的国子健都很喜欢她 在村长面前 她还是不敢笑地放肆 小丫头 秦牧正了正 没有细想 为清幽仙等人安排住所 她的院子不小 房间也多 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房子 至于雄夕与母女和母亲带 则住在隔壁灵玉秀的房里 秦牧安排妥当 灵玉秀敲声道 前些日子 太学院里来了一群道人 点名是来找你的 故里暖大忌酒招待着 吓得她这几天脸色发白 从未好看过 秦牧笑道 我父皇还下了旨 提拔你为神兵督造 说是让你主持锻造什么神炮 圣旨被你家小狐狸收着了 林玉秀继续道 父皇说 拨掉太学院和朝廷中树树高手 和五大督造场听候你的调遣 还有咱们圣教的御天王是天王 在鸣谷没有找到你 都快找疯了 秦牧头疼 自己回到京城之后 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几乎没有清静的时候 对了 还有一个叫做虚声花的 前两日带着两个女孩过来找你 说是等你请她喝酒 林玉秀想了想 又道 国师夫人生了 国师夫人送来请柬 说是要请秦大教主做干爹 秦牧惊讶道 国师有孩子了 男孩女孩 是个男孩 秦牧笑道 让我做干爹 国师夫人也是的 我还是个孩子 岂能给人做干爹 村长看了林玉秀一眼 咳嗽一声 道 木儿 你也不小了 可以生小孩了 秦牧脸色藤地红了 嫩嫩道 突然便说到生小孩 我还没有准备好 村长 我今年才十五 林玉秀笑嘻嘻嘻道 十五不小了 我母后和太后 便经常催我选个驸马 而且我父皇很好说话 只需要有人向他说一说 他便会答应了 他颇为大胆 眨眨眼睛看着秦牧 期待秦牧回应 皇帝这么随便 秦牧摇头道 他们做得不对啊 婚姻大事岂能随便 林玉秀瞪他一眼 秦牧不解 起身来到太学殿 顾礼暖见到他来了 这才如是重负 教主快将我家里的牛鼻子带走 不胜感激 道门的诸多道士都住在他这里 这些日子 着实让他坐卧不安 道门是正道牛耳 而他却是魔道的大宗师 总担心这些牛鼻子 随时会出摸味道 秦牧不急于去见道门的高手 落座下来 笑眯眯道 大忌久的叔叔 造诣如何 顾礼暖笑道 我好歹也是魔道巨拨 数数造诣岂能差了 好 有了顾大人和道门高手 我便又可以舒一口气了 顾礼暖面色如土 还要与道门的人在一起 秦牧安慰道 皇帝命我督造射日神炮 是针对神奇的大炮 道门中人也不是不知轻重 不会对你下手 顾礼暖依旧坐立不安 总觉得与那些老牛鼻子共事 不太安全 毕竟他的名声 着实很臭 秦牧去见林轩道主 寒暄一番 道 待我安排妥当 便需要劳烦诸位了 诸位等我消息 好说 秦牧离开 经过镇园殿时 恰逢镇园殿下学 十几个世子从镇园殿里走出 其中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丫头 冰雪可爱 蹦蹦跳跳的 身后一股腰风 拖着几本书籍 书籍整理得整整齐齐 纹丝不乱 那小丫头个头矮小 然而身后却冒出三条 长长的毛茸茸的雪白尾巴 抖来抖去 是灵儿吗 不过好像灵儿不识字 秦牧停下脚步 第355章 龙子卖画 他有些不敢肯定 太学院中也有几个妖族的世子 与其他门派相比 太学院在招收弟子上 可谓是不拘一格 只要通过了太学院的考验 便可以成为太学世子 所以 太学院中的女子也有很多 占了一半左右 这些女子走出太学院后 往往在各地围观 也有许多女子 进入军中成为将军 然而 从这个可爱的小丫头身后的书籍来看 书籍被叠得整整齐齐 纹丝不乱 这正是 狐狸儿一向的作风 然而 狐狸儿大字不识一个 不可能走到哪里 都带着一摞书 这不是小妖狐的风格 那小丫头没有看到她 和其他世子分道扬镳 没有向神通居走去 反而下山去了 秦牧在镇元殿外等候片刻 里面没有人走出来 玉秀说 灵儿在镇元殿听讲 镇元殿里没有她 那么一定是刚才那个小丫头了 她话行了 秦牧正了正 大序的妖灵大王真是该死 灵儿这么小 她便想娶她过门做压寨夫人 她向山下走去 心中不解 倘若是灵儿 她不回神通居 会去哪里 她悄悄跟上前去 只见那个长着三条尾巴的小丫头 一路蹦蹦跳跳来到山下 突然挨压一声趴在地上 然后手足并用 向前爬了两步 三条尾巴晃了晃 这才站起来 试探走了两步 又挨压一声扑倒在地 秦牧哭笑不得 却见那小丫头 四下撇了撇 看到四周无人 便手足并用向前跑去 点着脚尖 小手小脚几乎不着地 依旧蹦蹦跳跳走路 三条尾巴晃来晃去 很是得意骄傲的样子 她应该是化形不久 还没有适应两条腿走路 因此 像人一样走路时 偶尔会被绊倒 她现在化形 像是一个小女孩 但是手足并用 跑起来 却比两条腿还要灵便 狐狸儿走出太学院 向城中而去 不过外面人多 她又站了起来 蹦蹦跳跳的 保持身体平衡 扑通 秦木又看到这小丫头 脸栽在地面上 只有三条尾巴竖起来 接着尾巴抽出地抖了抖 垂了下来 做人真不好玩 这小丫头嘟嘟囔当当爬起来 偷偷绕过一株老树 从树的另一边 走出一只雪白的小狐狸 一溜烟地往前跑 拖着三条长长毛毛的尾巴 这次她的速度快了很多 没过多久 便来到京城的奇珍园 途中又买了些韭菜包好 秤了些水果 奇珍园是旧或是集 卖古董卖文物 也有些奇珍一宝出售 还有林冰出售 也有些落魄的材子 在这里卖些字画古籍之类的东西 林儿到这里 莫非是卖书 勤木纳闷 却见狐狸来到奇珍园 又变成了三条尾巴的小丫头 小心翼翼地在行人中间穿梭 用法术拖着自己的书像市集 深处走去 到了字画街 这个小丫头松了口气 东张西望 突然眼睛一亮 奔着一个地摊走了过去 那地摊后是个落魄的老书生 满脸胡子 蹲在角落里 双手抄着袖子 低头一言不发 露出两只亮银色的铁打耳朵 他的身后挂着几幅字画 面前的摊位上摆着几个卷轴 摊子四脚用石头压着 免得被风吹走 龙爷爷 卖掉几幅字画 狐狸来到摊位后 将韭菜和水果放下 询问那老者 龙子连忙吃饭 头也不抬到 没有遇到食货的 你来得正好 我快被饿死了 龙爷爷应该去博师府门前卖画 严康国师肯定愿意大价钱买下来 狐狸说到这里 突然想了起来 懊恼道 严康国师也没钱 他夫人生产 添了一个儿子 命符老给公子送来请柬 公子不在家 是我去的 严康国师也不在家 办的喜宴很是寒酸 清汤寡水的 娘俩饿得都有菜色了 说是国师打仗 国库也没有多少钱 于是国师就把自己的积蓄捐了 我一时心软便包了个大红包给夫人 夫人便缠着我说 让儿子认公子为干爹 后来皇帝听说了 宫里省吃俭 用省下来一些钱 母子这才能果付 龙子道 君子顾穷 小人穷思义 严康国师真是我的知音 狐狸儿撇嘴 龙子取出一些纸张 道 我用虚线写了一些字 你临墨就行 小丫头将纸铺在地上 打算提笔铁墨 龙子连忙道 不要用墨水 用笔沿着虚线写就行了 你这几本书我先看看 待会给你讲解 狐狸儿跪坐在地 临摹龙子的文字 很是认真 买话 狐狸儿听到这个声音 不禁又惊又喜 急忙抬头 只见一个少年站在摊位前 公子 这小丫头纵身跃起 扑到琴木怀里 琴木刚刚将她抱住 小女孩又变成了白狐 从她怀里钻出来 绕到她的脖子上 她跳起来太急 将龙子的墨汁打翻了 染黑了几张纸 龙子连忙收拾 埋怨道 绫儿 你太淘气 这几张纸 也是花钱买的 现在弄脏了 龙爷爷 琴木哈哈大笑 不由分说 将龙子抱起来 用力咕了咕 龙子有些不太适应 正拖出去 不嫌不淡道 来了呀 村长爷爷也来了 琴木兴奋道 龙子脸色一黑 哼道 他也跑出来了 莫非是看我笑话 琴木知道他自尊心强 笑道 村长现在太学院中 龙爷爷收了摊子 随我去太学院便是 龙子摇头 我卖画便可以过活 不用你养我 再过两个月 便开始准备年货 我画门神 肯定能够卖出去 琴木哭笑不得 将在自己脖子上 拱来拱去腻歪着的 狐狸儿摘下来 抱在怀里 轻轻摸着他的小脑袋 笑道 铃儿在跟龙爷爷学识字 书上的字都认了吗 狐狸儿又变成了 一个小女孩 天天笑道 都认的 就是意思不太好懂 这些日子 我常跑过来 求龙爷爷教我 琴木将他放下来 目光闪动 道 龙爷爷这样卖字画不行 拾货的毕竟是手 而且最近打仗 圣是字画 乱是黄金 前两年又灾祸连年 有钱人也不多 你若是想卖出去 须得施展些手段 他将龙子的字画 统统收起 竖在一旁 提笔作画 随着他作画 一只只蝴蝶 从纸上飞起 围绕着摊子飞来飞去 接着麻雀 也飞了出来 叽叽喳喳 引得路人观看 嘖嘖称奇 琴木绘画不停 但见从纸上飞出的鸟 越来越多 眼雀飞舞 又有一只大红狐 从纸上震翅飞出 羽翼张开有七八尺长短 四周都是一片惊叹声 龙子冷笑道 卖弄 我又不是瞎子那个骚情货 不需要这样卖弄 实货的自然实货 不实货的球 我也不卖给他 琴木充耳不闻 又有一只七彩凤凰 从纸上飞出 在字画街中来回遨游 引来更多的行人 琴木提笔画神 画了一尊门神 那门神 竟然也从画中跳了出来 身躯高大 威风凛凛 让众人不得不后退 你火候还不到 龙子越看越气 从他手中抢过笔 提笔也画了一副门神 顿时神末般的威严爆发开来 将街上众人压得不断后退 只见一尊高达百余杖的神奇 从指中站了起来 单凤眼 求然须 肘弯搭着神刀 诸邪屁翼 神威不凡 这才是门神 龙子提笔一抹 那尊门神顿时刷的一声落下 依旧落在纸上 栩栩如生 而在此时 琴木所画的蝶鸟凤凰门神 统统画作一片片墨迹落下 孰高孰低 一眼分明 琴木赞叹 四周也是一片赞叹声 当即便有人上前要买门神图 开口说价 价钱便把龙子轰得魂不守舍 他在这里卖画两个多月 若非狐狸儿 发现了 他便差点饿死 没想到卖掉的第一幅画价格 便如此惊人 狐狸儿也是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讨价还价 那价格竟然比龙贤还要贵许多倍 令人咋舌 龙子一幅画 足够受用一生 狐狸儿卖掉了门神图 收了钱 立刻将龙子其他画卷了起来 琴木打开饕贴带 小丫头将龙子这些 画都塞到饕贴带中 两人对视一眼 眨眨眼睛 心有灵犀 其货可居 倘若卖得多了 也就不值钱了 琴木拉着龙子便往外走 笑道 龙爷爷 现在有钱了 我们去买上好的布料 给你做几套新衣裳 再吃炖好的 然后回去见村长 还有一件事 我在无忧乡的船上 见到了与你的画道 截然不同的画道 你是画世界 让万物从画中走出 而无忧乡的画道 却是画中世界 龙子原本不乐意跟他走 文言立刻心动 道 画中世界 竟有这种画道 你细细说说 琴木去布装买来上好布匹 自己裁剪 给龙子做了几套衣裳 又拔出杀猪刀 给他剃了胡子修剪头发 将老头打扮得整洁光线 这才带着他们返回太学院 道 龙爷爷若是能将画中 世界的画道结合 必然能再进一步 这次国师 让我锻造射日神炮 也需要龙爷爷的画笔 先画出一尊射日神炮来 第356章 倾国荡产 有龙爷爷在 我便省去了画结构图的麻烦 射日神炮的结构复杂 倘若龙爷爷将这尊神炮画出来 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测量起来便更加容易 更加简单 炼制也就容易了许多 秦牧总算松一口气 龙子卖画几个月都没有开张 秦牧帮他卖了一小画 赚的钱便比他这一辈子赚的都要多 让这位天图太子 也胆慨万千 叹人心不古 现在他衣食无忧 秦牧请他回太学院帮忙 他也没有推辞 到了太学院中 秦牧顾不得歇息 立刻召集人手 分派任务 小玉京的清幽 幽和和游云 道门的林轩道主 和十位数数造诣高深的道士 再加上太学院 朝廷的设计局 以及天圣教的数数高手 还有村长 共计26人 再加上龙麒麟 一起负责会测 金书宝卷上的图画 整理空间数数模型 龙麒麟在数数上的造诣也不低 与那些老道士相比 也不逊色 龙麒麟感激涕零 总算找到一个 不被搬到饭桌上的理由 自然倍加努力 金书宝卷无需秦牧亲自过问 他的精力全部放在制造 摄日神炮上 王牧然 木青代和龙鱼 则被秦牧安排到 与道门 太学院 设计局 天圣教的数数高手一起 整理摄日神炮的空间数数模型 和阵法模型 顾离暖也在其中 太学院天鹿楼中许多秘书间 也是阵法上的大家 精通各种法术神通 几乎是行走的功法宝库 也被秦牧请了过来 摄日神炮本来便是一门铜法 叫做摄日神眼 被严康国师得到后 收录在天鹿楼中 因此 也需要秘书间来指导 秦牧与天鹿楼的秘书间 交流了数日 将摄日神眼的阵法与构造掌握 将摄日神眼 改造成摄日神炮的阵纹序列 然后构架炮身 龙子在一旁观摩 等到秦牧确定好 摄日神炮的结构之后 龙子便立刻开始作画 饶式他被尊为画圣 也花了五日时间 才将这门神炮画出 龙子画好之后 带着画好的图纸来到城外 选择一片空地展开 顿时一尊高大百丈的 恐怖炮台出现 占地极广 方圆千亩左右 与其他真元炮不同 这口秦牧设计的摄日神炮 竟然没有炮管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台子 台子的两旁是两个架子 架子从台子两旁延伸出来 呈现出圆弧形的纹理 到了上方便是一条粗状的轴 两条轴对称 并非是连在一起 轴端有半圆状的叉子 中间隔着八十丈长短的空间 叉子中间 漂浮着一枚火光熊熊的神眼 时不时咕噜滚动一下 那眼睛张开 火光喷涌 眼睛闭合 又在台子上原地转动 这便是秦牧 根据摄日神眼设计出的摄日神炮 数以百计的数数高手 立刻围了上来 爬到这尊巨大的炮台各处 绘色计算分解 将巨大的神炮解析 分成一个个零件部件 将各个零件部件的构造 长短 一一记载 不容有半分差错 而每个零件部件上的阵纹 都需要测量出来 计算量很大 秦牧设计的摄日神炮 并未设计出每一个部件 它只是设计出神炮主体 但是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督造场 能够一次成型 炼制出这么庞大的神炮 所以 想要炼制出来 必须要分解成一个个零件和部件 分别锻造 然后组装 这也是秦牧需要如此之多的数数高手的原因所在 这么多人配合测量计算 他们之间的协调 也是一门学问 不容有半分差错 秦牧干脆把阎峰帝从京城中请了出来 让他来协调数数高手之间的配合 阎峰帝伤势痊愈 但伤势太重 神藏破破烂烂 还需要调养 修为不曾恢复 秦牧与小毒王抚原青给他治疗 下腰太猛 将他和阎康国师折腾得着实不清 阎峰帝至今还耿耿于怀 陛下 这些数数高手都是我请来的 他们可不是陛下的臣子 遇到了不如意的地方 陛下不能说沙头 秦牧嘱咐道 阎峰帝笑道 我又不是那喜欢把沙头挂在嘴边的暴君 爱卿只管放心 公部的官员到了 天公堂主丹尤信等人从前线上下来 现在草原上的战士已经用不到他们 于是阎康国师让他们返回京城 国师正在攻打楼兰黄金宫 我们回来的时候 战事还未开始 公部尚书向阎峰帝回报道 秦牧当即召集公部官员 商讨一番 公部尚书向阎峰帝回报道 秦都造贤陛下给的五个都造厂太小 而且各厂距离有些远 打算将五个都造厂拆了 再将边建造新厂 阎峰帝怒道 拆了阵五个都造厂 这些都造厂都是真金白银建造起来的 他这么大手大脚花钱 感情不是他的钱 朕要杀他的头 公部尚书笑道 陛下忘记了 我们阎康国的都造厂 都是秦都造改良设计的 阎峰帝面色缓和下来 道 他的确是个能人 头先记下 过了片刻 秦牧调拨楼船 将五个都造厂拆解 搬运到涂江边 林玉秀领导指挥的能力不弱 秦牧请他过来帮忙协调调度 打造新厂 秦牧又命人从国库里 搬运各种神经神料 天才地宝 送往新厂 阎峰帝则忙着协调调度 诸多数数高手 免得出差错 全部精力都用在这上面 十多日后 摄日神炮的数数测量完毕 诸多数数高手整合 用元器化作一个个部件零件 将数以万计的零件部件 拼凑到一起 纹丝不差 恰恰是一尊摄日神炮 另一边 秦牧已经将国库差不多搬空了 又从各地的矿山 调拨来一船船的玄金玄铁玄铜 只见新厂外各种宝物堆积如山 新的厂房已经启动 秦牧设计了新的丹炉 火力更猛 百世尊高大的金属机械巨人 锤炼玄金玄铁 炼好的金银铜铁堆放整齐 阎峰帝回过神来 召来公布上书 朕的国库里还有什么 公布上书迟疑一下 回陛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耗子洞里的材料都被擒塑搬空了 阎峰帝走入新的毒造厂 只见厂房内热火朝天 各种新的机械启动 一口口单炉火光熊熊 维持着机械巨人的运转 大大小小的锅炉 也冒着腾腾热气 光芒刺眼 新的厂房 一日消耗的钥匙数目 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的钥匙 每日消耗量 公布上书道 秦都灶又给神炮设计了能量源泉 是五十六口最为强大的丹炉 启动一次消耗掉的钥匙 与国师征讨蛮敌国带走的钥匙差不多 阎峰帝瞠目结舌 过了半赏 徐徐道 感情花的不是他的钱 秦都灶何在 朕要问问他 公布上书小心翼翼道 说是欠了别人一顿酒 那人等了很多天了 这里基本上没有他的活 索性去请那人喝酒 免得欠人情 公主听说了 就跟他一起去了 还有一个小狐狸也跟了过去 秦都灶说没有好酒 还是公主去宫里拿来的供酒 阎峰帝怒道 朕被他请过来 忙来忙去 他道好 自己跑去喝酒 还喝的是朕的酒 还带着朕的女儿去花天酒地 朕要杀他的头 公布上书连忙道 陛下 摄日神炮还没有造好 阎峰帝爽快万分 他的头先记下 公布上书道 秦都灶说 不能欠了工钱 他已经将单子写好了 请陛下过目 阎峰帝看了一眼 勃然大怒 这么多钱 朕的国库都被他搬空了 哪里有钱给他 朕要杀他的头 公布上书连忙道 陛下 满敌国被迫 狼狙虚国也被攻克 咱们便有钱了 阎峰帝转怒为喜 笑道 秦都灶的头先记下 朕倒不能亏待这些天宫 但有钱了 便偿付他们 北疆有没有传来消息 回陛下 天侧上将传来捷报 已经破了狼狙虚国的王庭 国主投降 天侧上将阵守狼狙虚国 太子则压着狼狙的国主正在赶来 不是今日便是明日 便会赶到 阎峰帝点头 笑道 玉叔比他哥哥 让人少操心多了 秦都灶 阎峰帝抬手道 别说他 换一个人 换一件事 顾李暖大忌久向户部说 能否预知一个月的俸禄 没钱 阎峰帝冷笑道 顾大忌久一向钻营 还能缺钱 顾大人是没钱了 公布尚书笑道 他全部家当都用来赎回少宝剑了 听说是天圣教的圣女拿来少宝剑问他 想不想讨回去 于是顾大人便倾家荡产了 而且 这次顾大人帮着惠策神炮 也是有功劳的 便想预知俸禄 阎峰帝差一道 少宝剑不是在秦都灶那里吗 怎么落到天圣圣女的手中 呸 你又提他 朕要杀你的头 朕不是倾家荡产 是倾国荡产了 哪里还有钱 你们都向朕要钱 朕宫里的东西 已经变卖得差不多了 只差龙袍龙椅 没有拿出去卖了 朕真的是没有东西可卖了 公布尚书陪笑道 陛下 一同草原和雪原 钱财自然不会少了 还有秦都灶改良都灶厂 制造各种楼船器械 卖给商骨 钱便如同流水一般 流入国库 严峰地探道 他的头和你的头 都先记下 秦都灶带着朕的宝贝女儿 和谁喝酒去了 第357章 真假霸体 虚公子 皇宫的贡酒 还喝得惯吗 京城花巷听语歌中 琵琶声曹怯杂谈 琴声瑟瑟 洞销乌夜 又有几个女孩在载歌载舞 琴慕为虚声花针酒 笑道 这是六公主带来的玉酒 我平日里很少喝酒 不知好坏 你觉得味道如何 林玉秀一身男装打扮 美眸顾盼 四下打量 心中坠坠又有些兴奋 放牛的 竟然带我出来逛青楼 父皇知道了 肯定杀她的头 这里就是京城最有名的青楼听语歌 似乎也不像是传说中 那般香艳的地方 狐狸儿与听语歌的女孩子 很是熟络 早就跑过去 寻找熟室的女孩 唧唧喳喳 不知聊着什么 虚声花尽管踏足风尘之地 但依旧是不染风尘的样子 浅饮美酒 道 宫廷中的酒虽好 但是不如我上苍的酒香炼 应该是叫藏的时间不够 倘若秦教主喝过我上苍的美酒 再喝这酒便可以品出好坏 林玉秀看向秦牧对面的少年 心中有些好奇 虚声花精致的像是玉作的一样 不像是真正的人 她的容貌挑不出任何毛病 衣着 举指 严形 同样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然而 坐在她对面的秦牧 就有着许多的小毛病 秦牧的模样 不像她那样美 虽然秦牧也长得不坏 但是还是比不上虚声花 秦牧有些强壮 给人一种精力旺盛的感觉 就算是这些天操劳忙碌 几乎没时间睡觉 但秦牧还是显得精神抖擞 虚声花却显得内敛 稳重 天塌不惊 心如止水的样子 秦牧有时候谦虚地过分 有时候又自大的过分 虽然心地善良 但有时候又会把你的心 撩拨得像是洒下的花种子 到了春天一般不断怒放鲜花 秦牧有时候坐视谨慎 滴水不漏 有时候又很粗放 不管三七二十亿的蛮干 经常会捅出篓子来 她有时候很聪明 但笨的时候 也能让你恨得牙根痒痒 然而 这些在虚声花身上是看不到的 虚声花像是一个完美的 找不到任何缺点的人 用美来形容男人很过分 然而用来形容她 却一点也不过分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无论是她的敌人还是朋友 面对着她 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假的不像是真人 林玉秀撇了撇她身后的两个女孩 对她们有些同情 她看得出这两个女孩 目光落在虚声花身上时的火辣感情 但是很显然 这两个女孩的感情 用错了对象 像虚声花这样完美的人 是不可能爱上她们的 就算爱上她们 她们也不敢接受 因为自己并不完美 让自己始终处于自卑之中 这样的恋情并不长久 只是一场静花水月 我们第一次相遇时 我并不知道你我会是敌人 秦牧放下酒杯 道 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很难过 我们其实可以成为朋友 不过也好 我也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敌人 她露出笑容 像你我这样出色的人 天底下没有几个 倘若都是朋友 那就太令我失望了 林玉秀伸出手指头捅了捅她 低声道 放牛的 谦虚一点 秦牧笑道 我是实话实说而已 虚声花声后 玉柳笑迎宁道 人黄还真是不谦虚 上苍不是下界 上苍中的虚公子 也不是你们下界的凡人 你如何能与虚公子相提并论 虚声花摇头道 人黄是可以的 作为与上苍斗了两万年的人黄殿 其传人 为何不能与我相提并论 你侮辱他 便是侮辱我 玉柳脸色一红 虚声花道 我这次下山 便是为了除掉新的人黄 遇到秦兄时 还以为秦兄是盗门的盗子 没想到 竟然就是 我寻找的那位人黄 后来才知道自己错过了 我来到下界 见了许多年轻一辈中 出类拔萃的人物 向他们讨教过 都不如我的意 到头来想一想 还是秦兄最让我惊念 秦牧为他针酒 笑道 我答应过你 要请你喝酒 这场酒喝过之后 我打死你 或者被你打死 都是一件快事姓事 不留遗憾 虚声花举杯向镜 两人须须碰了一下 各自一饮而尽 秦牧感慨道 同为霸体 却有真伪之分 你能寻到我 其实并非是巧合 而是霸体与伪霸体之间的联系 你我命中注定便是敌人 不会做朋友 霸体 虚声花茫然 原来虚胸也不知道霸体啊 秦牧指了指自己 笑道 我便是霸体 你是伪霸体 你我之间有一种 冥冥中的联系 并非 你是上苍的弟子 我是人皇的弟子 我们之间便不死不休了 而是因为你和我都是霸体 你是伪霸体 我是真正的霸体 你必须杀了我 才能夺取我的契域 成为真正的霸体 虚声花更加茫然 虚胸不知道这里面的条条道道 却也难怪 秦牧认认真真道 关于霸体之说 极为隐秘 知道此事的人不多 你看 咱们同位这个世界上 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你却偏偏成为上苍弟子 我却偏偏成为人皇 这里面是巧合吗 不是 少年握紧拳头 铿锵有力道 这是霸体之间的气韵使然 虚声花瞠目结舌 过了半场 这才缓缓道 我是霸体 我师尊玉君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秦牧面色凝重道 霸体 是最强的体质 你以前是否学什么东西都很容易 什么东西都是一交就会 触类旁通 其他四大灵体 还未曾学会 你便已经学完 虚声花点头 惊讶道 原来这就是霸体 这就对了 秦牧放下酒杯 激动道 你是否还感觉到 其他人的修为 都不如你身后 相同的神通 他们的神通威力 都不如你强 虚声花再度点头 道 我十四岁时 在上仓中 已经没有敌手 即便是我师尊 自封神藏 也不如我的法力深厚 秦牧目光真诚道 这就是霸体 虚声花难难道 原来这就是霸体 不过为何秦兄说 你是真霸体 我是尾巴体 怎么区分真霸体尾巴体 他神色很是认真 秦牧再度针灸 微笑道 你打不过我 你便是尾巴踢了 来 同为霸体 你我当服役大白 两人端酒 一饮而尽 虚声花摇头道 没有打过 怎知输赢 说不定我才是真的 你是假的 冥冥中自有定数 你夺我契约 想要成为真正的霸体 秦牧愕然 挠了挠头道 或许也有这种可能 来 为真霸体再干一谈 他将两个酒坛拍开 一坛酒送到虚声花面前 自己抱着个坛子 仰头痛你 虚声花皱了皱眉 他虽然也喝过酒 但一向有度 浅尝辙止 不会放开怀痛你 不过 秦牧已经抱着坛子干了 他也只得提起坛子 仰头饮下 林玉秀又拿指头捅了捅秦牧 巧声道 放牛的 你快醉了 别喝了 秦牧长眼而尽 有些醉意 笑道 难得遇到同道 自然一醉方休 妹子 你再去皇宫拿些酒来 没有了 最后这三坛酒 都被我拿了过来 皇宫里的供酒 都被父皇命人拿出宫卖掉了 换钱填充国库 林玉秀摇头道 我的一些饰品衣物 也被父皇拿走卖掉了 秦牧哈哈大笑 将坛子重重蹲在桌子上 长身而起 道 原本还打算饮得酒醉 睡醒了 再与虚兄一觉生死 没想到酒却没了 半醉不醉 虚兄 走吧 虚声花放下酒坛 站起身来 惊艳连忙捧来湿毛巾 虚声花擦了擦手和嘴角 道 走吧 两人向外走去 秦牧回头道 原儿姐 先记在我账上 父亲允孝盈盈道 教主说笑了 听语阁本来便是教主的产业 记什么账 林玉秀脸色一黑 死放牛的 原来是开青楼的 我说这丝带我出来逛青楼 原来还是逛自己开的青楼 他快步走了出来 狐狸儿连忙跟上 旁边还有玉柳惊艳二女 捧着琵琶和玉萍 京城外转来当当的巨响 那是督造厂 在锻造射日神炮的零件和部件 秦牧与虚生花并肩走出京城 来到督造厂旁边 玉柳和惊艳心中不由坠坠不安 这里都是秦牧的人 他们不免担心 秦牧会突然下令 让这些高手 直接将虚生花干掉 秦牧领着虚生花来到督造厂 道 虚兄看颜康国的气象如何 很势不凡 虚生花打量督造厂中的那些单炉 和机械巨人 不禁赞道 巧夺天工 秦牧取来一块巨大的零件 轻轻抚摸上面的纹理 观察锻造工艺 没有偏差 道 这口炮 耗费我很多心血 我寻来了数不清的数算高手 用光颜康国国库中的宝物 再过两个月 这口炮便可以炼成 你若是还活着的话 一定要来看一看 这口炮 便是用来杀上仓的神的 虚生花心头威震 仔细打量上面的纹理 面色有些凝重 然后又去看另一个部件上的阵纹 秦牧任由他观看 背负双手静静等候 行道 战前乱星 你已经败了 虚兄 你经历的生死决战 实在太少了 第358章 托死 生死决战 影响到战斗力的 不仅仅是修为 神通 功法 同样还有心理 还有智慧 对这一点 秦牧深有体会 道门中有许多高手 在面对生死决战时 往往会在战前进心 焚香沐浴 有的甚至会入定三日 排除自己脑海中的各种杂念 不让任何思绪 干扰到自己战斗的智慧 让自己的智慧原通 虚生花 尽管自言打遍上仓 同境界无对手 但是上仓中的对决 往往不是生死对决 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太少 甚至完全可以 说是一张白纸 而下界尽管对他来说是污浊的 然而各种生死搏杀层出不穷 无论林轩道主 班公错这样高高在上的人物 亦或是林玉秀 思云香 沈万云这等年轻高手 又或是颜康国师 颜峰帝这样九富盛名的存在 都是在生死魔力中脱颖而出 战斗中的智慧 他们超过了虚生花太多 倘若是秦慧 便不会在生死决战之前 去查看摄日神炮的零件 和部件的构造 正图纹理 因为那太消耗自己的脑力 秦慧设计锻造摄日神炮 请来的数数高手数以百计 还有各种炼宝的大家 人才 几乎是重新设计了毒造厂 他集合这些人的智慧 制造摄日神炮 虚生花想要探寻摄日神炮的奥秘 便是需要在短时间内 记一下他们这些人的智慧 对脑力的损耗之大 可想而知 脑力的损耗 必然会带来实力的损耗 在战斗中 应变速度减慢 对于秦慧这样的高手来说 哪怕虚生花的应变速度 慢了一尘一哀一秒 都足以决定胜负 虚生花在督造场中 一一查看这些 零件部件上的纹理构造 推算设日神炮的形态和威能 这些零件部件数以万计 每一个零件部件上的阵纹符纹 又各不相同 所用到的阵法纹理不同 没有顺序的话 便需要他自己借助强大的脑力 去推演组合 更加损耗脑力 突然 他有些头晕 猛地醒悟过来 急忙闭上眼睛 过了片刻 这才张开眼睛 向秦慧看来 秦慧露出笑容 汗手示意 秦慧笑得很是阳光 像是个毫无心机的大男孩 但是落在他的眼中 这个灿烂阳光的笑容 便显得无比邪恶 多谢秦兄 我学到了一招 虚生花定了定神 走了过来 一边走来 一边竭力去忘记 那些正文符文 虽然这只是亡羊补牢 但还是要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秦慧露微微一笑 向督造场外走去 悠然道 虚兄还以为 待在上舱中很好吗 虚生花摇头 待在上舱中 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 我的确难以成长 卓士才是让人成长的地方 秦兄在这个卓士中长大 真是我遇到的 最强最可怕的对手 两人并肩而行 走上涂江 他们身后 胡林儿 林玉秀 玉柳和金烟四个女孩 跟着 踏上涂江的江面 而在此时 许许多多道士 走出了督造场 为首的便是林轩道主 一步一驱地跟着他们 来到江面上 林轩道主目光奇异 无视四个女孩 目光落在正在江面上 行走的秦慧和虚生花身上 道主 这两个少年都很强 一位老道人低声道 秦教主道还罢了 他的手段高深 另一个少年是什么来头 上苍虚生花 我随着师尊 在小玉京做客时遇到了他 林轩道主目光闪动 他用五招拜我 诸多道门的道士 心头大震 即便是秦慧 也不敢说 能够五招便击败林轩道主 这些年来 林轩道主跟随老道主修行 在术术上的造诣愈发深厚 对道剑的领悟越来越高深 他的实力 绝不叙于老道主当年 甚至还有所超越 林轩道主脚步不停 带着重道士向前走去 轻声道 他的功法神通 欲强则强 最是可怕 越强的对手 越能激发他神通和功法的威力 小玉京中 他击败了很多人 我很想知道 是否有人能够接下他的神通 是否有人能够逼得他 突破他功法神通的极限 让他破无可破 任皇 或许会是这样的人 他战役陡然旺盛起来 却控制住自己的战役 没有干扰到两人 江水滔滔 逝者如斯 秦木和虚声花 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走到江对岸 脚步依旧不停 他在给我休息的机会 虚声花又学到了一招 心头微震 他带我来督造场 让我损耗脑力 让自己占据了上风 而现在给我休息的机会 是表明 他不在乎我的脑力损不损耗 因为他始终占据上风 刚才是损耗我的脑力 而现在 则是在精神层面上施压 让我内心中 自认若他一筹 他虽然明白秦木的想法 但是现在 他已经陷入秦木的局中 挣扎不脱 自从秦木与他再度会面 在花像听语歌中喝酒的那一刻 战斗便已经开始 从那时起 他便进入了秦木的节奏之中 到了现在 秦木的大事已成 倘若两人动手 可想而知 秦木的攻击 是何等的霸道 何等的畅快淋漓 霸体的确不凡 虚声花稳住心神 目光闪动 不过 我也是霸体 同为霸体 我不会弱于他 两人的脚步 渐渐有了先后 秦木迈出一步 虚声花跟上一步 虚声花像是他的影子 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 跟在他们身后的四个女孩 看到这一幕 这两个大男孩 一个在前面走 将后心露出给身后的人 而身后的少年 却一步一驱 没有趁机痛下杀手 反而像是 被一条绳索拴住 不由自主地 跟着前面的人前行 公子落在下风了 玉柳和金燕心头微震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尚未动手虚声花 便落入下风的情形 上舱中 虚声花是何等的精彩绝艳 震惊了上舱中的 一尊尊神奇 被许为五百年来 资质最高的人 而虚声花下界 的确也不负盛名 黄金宫的班公错避战 大雷因四不战 小玉京中挑战林轩道子 战胜小玉京的高手 挑战三元电武七电 顺利通关 现在 虚声花终于遇到了 最为可怕的对手 琴木带着虚声花 走出百十里地 心中也有些震惊 直到现在 虚声花的脚步 依旧丝毫不乱 身上还是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即便是班公错 这个活了万年的老妖怪 也不可能依旧走得平稳 班公错精通大雷因四 道门 小玉京和天魔教功法神通 倘若被琴木压过一头 被琴木牵着走 那么他走到十里地时 便会东倒西歪 竭力变化身形 才能保证不露出破绽 而到二十里地 班公错便会露出破绽 再难有些变化 二十一里时 班公错便必须率先向琴木出手 力图抢夺先机 否则必死无疑 倘若班公错继续坚持 跟着琴木的脚步 而不出手的话 二十四里 便是他的死期 绝对会被琴木一击毙命 然而 虚声花却始终跟上琴木的脚步 尽管被琴木牵着走 但是脚步身法纹丝不乱 无懈可击 从图江到这里 一百余里地 他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王木然说 他的功法神通很是古怪 欲强则强 越强的对手 在他手中败得越快 他的神通都是临场应变 对战之中创造而出 这种功法必然极为高等 是一上手便超越了数 进入法的层次 琴木越来越兴奋 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去 速度越来越快 虚声花的功法很是神奇 这种神奇的功法 能够让他直接越过数 进入创造神通的法的层次 这种神奇的功法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想试探出 这种功法的极限 比霸体三弹弓如何 他的脚步越来越快 气势越来越强 几乎是风驰电车一般 向前飞去 但是他迈出的脚步 却还是显得从容 没有半点的仓促质感 虚声花被他带着 跟上他的脚步 步伐依旧稳健 丝毫不乱 两人的速度越来越快 突然 虚声花面色苍白 接着脸色越来越苍白 他被琴木带着奔跑了百余里 鲜血喷出 琴木脚步不停 虚声花跟着他向前跑去 又是挖得吐了口鲜血 他一边跑 一边吐血 但还是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但是这样不断吐血 迟早会将体内的血吐完 一命呜呼 自始至终 琴木未曾向他出过手 让他受伤的是他自己 琴木向前走 其实是两人之间的 气势身法和神通对决 虽然看似没有任何凶险 但决战已经展开 容不得半分差错 他的功法神通 靠的是临场应变 靠的是创造 对脑力的要求极高 他在督造场中 损耗了大量脑力 琴木尽管给了他 休息平复的机会 但脑力损耗不是那么容易 便能补充回来 他现在已经累得吐血 继续下去的话 脑力损耗太大 琴木根本无需动手 便会将他生生拖死 继续走 他的脑力必然枯竭 虚声花的头发 开始变得灰白 黑发变成一缕缕白发 一边咳血 一边跟上琴木的脚步 他的脑力损耗 已经累积肉身 要不要多久 他便会自己累死自己 突然 琴木猛地停下脚步 笑道 这样杀你 你一定不服 而我也不会太爽 徐兄 你好好养伤 补一补元气 下次再一决生死 虚声花停步 张了张嘴 想要说话 突然扑通一声倒地 昏死过去 是个可惊可怕的对手 琴木赞了一声 将昏倒的虚声花 抛在那里 转身离去 他的嘴角一血 连忙将涌上 猴头的血咽了回去 他差点累死了虚声花 但是自己 也差点支撑不住 不过村里人说过 疏人不疏症 万万不能露窃 第359章 人间烟火 虚声花悠悠转醒 却见自己躺在病榻上 头上盖着温热的湿毛巾 头疼欲裂 脑海中 似乎有一万个声音 在嘶吼呐喊 耳中又有精灵声 隐隐隐地响得不停 他的头几乎要炸开一般 撕裂般的疼痛 让他恨不得 把自己的头砍下来 一脚踢飞 能踢多远就踢多远 他忍不住声音一声 外防传来惊艳的声音 公子醒了 惊艳急匆匆地赶过来 身上带着一股药味 又惊又喜地看着他 我说了 虚声花神色目然 惊艳连忙道 公子睡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妾身再给公子熬药 我睡了多久 这是哪儿 虚声花的头脑里 又传来心跳的轰鸣声 浑浑噩噩道 我们还在京城 公子已经睡了两天多了 惊艳将他掺起 让他半坐半靠在床上 道 玉柳姐姐听说 颜康京城有一个神医 手段很适了得 因此匆忙出去请了 虚声花想要抬手 突然闷哼一声 仿佛头突然 被人砍了一刀一般 公子最好不要动 也不要动任何念头 惊艳连忙道 公子与性情的话 也佩戴了节奏 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 他弓你手 原本便处在劣势 再加上公子的弓法关系 需要用神通 不断破解他的弓势 脑力损耗太大 动一下念头便是动一下脑子 现在公子伤了大脑 最好歇息 静候神医前来 虚声花闭上眼睛 不再说话 也不再动弹 他记得当时的情形 秦目当时先用射日神炮 损耗他的一部分脑力 被他识破之后 然后给他施加心理压力 然后用自己的节奏带着他走 两人行走之时 其实已经开始气势上的较量 秦目占据攻势 秦目杀气一动 他立刻感觉到 自己可能遭遇的攻击 因此立刻变化身法 同时改变元气流动 做出相应的手势 他的攻法极为奇妙 能够根据对方的攻击 创造出克制的神通 但是秦目却没有攻击 因此 虚声花的神通 也只是刚刚创造出并未爆发 就这样 一路上秦目气势上的攻击不断 虚声花不断防御 短短两百里地 便让他耗尽了脑力 大脑支撑不住 肉身也支撑不住 连连吐血 意识崩塌 倒地昏迷 当时秦目停了步 如果秦目继续走下去的话 他便会被拖着前行 直到吐光所有的血 直到他脑力枯竭大脑死亡 变成一具尸体才会停下 一败涂地 虚声花第一次尝到这样的失败 心中竟然有些苦涩 他还是第一次尝到苦涩的感觉 外面传来玉柳的声音 道 燕子 出来一下 金燕连忙走出去 道 公子醒了 但还是不能动 神医请来了吗 请来了 只是 金燕走到外面 传来一声惊呼 师生道 怎么又是你 玉柳苦笑的声音传来 我比你还要惊讶 但也是苦苦哀求了一番 人家才肯过来 虚声花睁开眼睛 虚弱道 请神医进来 门帘掀开 秦目走了进来 微笑道 虚凶 虚声花看到他 呆了呆 头突然剧痛起来 秦目连忙上前 取出几粒灵佛丹给他服下 笑道 你最好不要心神剧烈起伏 你这种情况 我也遇到过 当时我是由于练一门功法 导致肉身枯竭 差点死掉 你是因为心神和脑力消耗过度 超过了身体承受范围 其实你的伤势并不重 慢慢调养 过了一两个月便会痊愈 不过我帮你治疗 半天也就好了 虚声花扶下灵佛丹 觉得舒服了许多 头虽然依旧很疼 但没有从前那么剧烈 慢慢地也能操控自己的手脚 身体又变成了他的身体 你还是神医 他声音沙哑道 神医算不上 医道造诣排行第二 你在严康国寻找 找不到医术 比我更好的了 秦慕为他诊断片刻 写下药方 命御柳拿去抓药 笑道 有了我的灵药调养 你身体上的亏空 也就两三天时间 便会痊愈 胜败乃是兵家常识 也是我们修炼者的常识 不用放在心上 虚声花直直地看着他 突然叹道 有些地方 我的确不如你 你用寄胜我 但我对你 却生不出任何的怨恨 我奉尸命下剑 前来杀你 只想着杀掉你之后 便回到上仓 从未想过 我心中会把你当成朋友 秦慕探道 霸体难寻 但你我终究还是敌人 不可能成为朋友 两人沉默下来 过了不久 玉柳抓药回来 秦慕直接炼制灵丹 给虚声花扶下 虚声花摇摇晃晃下床 身躯还有些抖 皱眉道 我明明感觉到 肉身的伤疾在复原之中 为何还是站不稳 手还有些抖 秦慕思索一下 眼睛亮了 笑道 你这种病我知道 你随我来 说吧 起身向外走去 虚声花想要跟上她 但身躯摇摇晃晃 两腿抖来抖去 玉柳和金燕 连忙搀扶着她走出房间 虚声花作为上仓的弟子 住的地方自然不能太寒酸 客栈太吵 他们是盘下了一栋宅院 颇为雅境 秦慕带着她来到街上 四下里看了一眼 眼睛一亮 笑道 治病良药在这里了 虚声花挣了症 身边良女也挣了症 秦慕已经在一个 面摊前的桌子边坐下 向摊主道 十碗面 大海碗 头一碗不要放辣 不要放油 加少许烟即可 对了 揉面的时候加的蛋 愣着做什么 坐下 玉柳和金燕皱眉 看了看这个破旧的面摊 面摊是当街摆放的 人来人往南方封城 坐在这里吃面的人 也都是些五大三粗的汉子 一看便是京城里 做苦力的乡下人 他们哪里在这样的面摊上 吃过饭 平日里 即便是看一眼 也觉得肮脏 要知道 上仓高高在上 是神仙圣地 吃的喝的 都是人间难以见到奇真 而且干净整洁难以想象 当真是不沾半点尘埃 而这个面摊的老板 也是五大三粗的 双手扯面 江面摔得啪啪响 显然并不干净 虚声花却坐了下来 气喘吁吁 玉柳和金燕 也指得坐了下来 用毛巾细细地 擦拭桌子上的油剂 皱了皱眉头 油屋根本擦不干净 他们坐立不安 甚至觉得 屁股下的凳子也油腻腻的 虚声花却是坦然 坐在那里等候自己的面 第一碗面端上来 是清汤淡面 脸盆大小的大海碗 那面扯得根根粗细均匀 像是一根根白玉丝 放在汤水中央 上面还撒了点葱花 虚声花看着面 不知该如何去吃 秦木将筷子给她 虚声花手足无措 攥着筷子戳到碗里 挑不出面条 她在上仓中 从未用过筷子 她吃的是 灵丹饮的是雨露 不食人间烟火 虚声花看了看 四周面摊前吃面敌人 渐渐懂了筷子用法 尝试着使用筷子 吃慢一些 秦木笑眯眯道 你饿了几天了 吃得太快 容易伤到肠胃 你得的是饿病 脑力损耗过度 肉身中的能量 也都被大脑掉了过去 你昏倒的时候 就已经饿到了极限 又饿了两天 不饿得头晕眼花 手足无力才管 先喝点面汤 有助消化 虚声花呼噜呼噜地 喝着面汤 很是听话 秦木 玉柳和金烟的面 也端上来了 二女颇为矜持 但秦木却不管这些 泼了些辣油 吃得很是痛快 虚声花已经一碗面吃完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秦木连忙道 先消化一下 等会儿再吃第二碗 虚声花乖乖地坐在那里 秦木吃饱之后 桌子上已经摆了三个面碗 秦木点了点头 笑道 虚兄 可以了 虚声花立刻开吃 也学着秦木在面上 泼了一层辣油 顿时吃得身上热气腾腾 带到玉柳金烟二女 吃完面前的面 虚声花也将七碗面吃完 摊坐下来 很是舒坦 玉柳金烟面面相去 虚公子从未这么失礼过 竟然摊坐 这个人黄 还真是魔性 公子再与他多接触几次 只怕都会抠脚闻味了 二女对视一眼 心中有些不安 秦木起身 问道 虚兄有大封闭吗 虚声花茫然 摇了摇头道 以往都是玉柳会超 玉柳露出难色 巧声道 公子 咱们的钱当财 买药是花完了 我用自己的簪子 抵在药铺 这才抓起了药 秦木取出一枚大封闭 上前会抄 摇头道 真不知你们三人 是怎么活过来的 这顿我请你 虚兄 起来吧 刚刚吃了这么多 最好走一走 虚声花起身 玉柳和金烟 连忙上前搀扶 虚声花摇头道 不用扶我 我得的确是恶病 现在好了 可以自己走 四人闲听信步 不紧不慢地走着 玉柳不禁担心起来 又准备把公子溜达死 他们来到京城外 秦木带着他 再度向督造场走去 虚声花目光闪动 秦兄为何带着 我再次来到这里 秦木笑道 不要误会 你昏迷这两日 摄日神炮的底座已经练好 开始组装 我要安装底座调试 免得炮台出现纰漏 对了 你们请我看病的钱 何时给我 我出诊一次 很贵的 虚声花闷哼一声 没钱 那么虚兄 秦木眼睛一亮 凑上前来 神秘兮兮兮道 你听说过天圣教吗 第三百六十章 星辩 虚声花纳闷 道 秦兄除了有人皇这个身份之外 还有一个身份是天圣教的教主 我自然是听说过的 秦兄为何有此疑问 秦木笑眯眯道 虚兄若是加入我天圣教 便不用还钱了 我虽然是人皇 但也是天圣教主 人皇殿与上仓有深仇大恨 但天圣教与上仓 却没有多少仇恨吧 虚兄加入天圣教 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玉柳和金燕面色古怪 这位人皇做事 还真是荒诞不惊 但又天马行空 明明上仓与人皇殿是死对头 不死不休 而他还偏偏邀请死对头 加入他的天圣教 这位人皇不会以为 酒碗面加上一次出诊 就可以让虚公子 加入他的天圣教吧 不知该说 他是生性单纯 还是生性阴险 金燕心道 虚声花沉默片刻 道 秦兄莫开玩笑 你放心 我会尽快还钱 秦牧也没指望 他能答应加入天圣教 虽说天圣教与上仓 并非是死对头 但是天圣教的 侨夫圣人 与人皇殿的初代人皇 都是来自开皇时代 他们有着相同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手段出现了不同 人皇殿是靠战斗 来实现目标 天圣教 则是靠百姓日用的理念 来推动世俗进步 达到目标 两个圣地的终点 都是为了推翻神的统治 建立心目中的世界 而这一点 与上仓的理念天然敌对 督造场内涌出许多神通者 催动元气 将一个个巨大的零件和部件托起 漂浮在半空中 秦牧则在空中走来走去 调度每一个零件部件的方位 虽然只是射日神炮的底座 但是正文也极为复杂 尤其是秦牧亲自设计的 五十六口丹炉 每一口丹炉都很庞大 难以一次炼成 需要用一百余快零部件 拼凑到一起 正文衔接 必须要先毫不差 秦牧用的是损卯结构 拼接时无需用到任何卯钉 只需要扣在一起 便会无比结实 可以承受极大的冲击力 而且 即便是射日神炮 遭到了敌方的打击 被破坏了一部分 也可以将坏掉的部分取下来 迅速地替换上完整的零件部件 换好之后 射日神炮依旧可以催动 没有任何威力衰减的情况 这次拼接神炮底盘 督造场外来了许多官员 云集于此 严峰帝也来到这里 显然对射日神炮很是重视 秦都造的这种损卯结构 似乎可以用在战场的灵兵 楼船之上 严峰帝赞叹连连 向公布尚书道 朕认为可以全军推广 倘若飞剑都是损卯结构 楼船也是损卯结构 战争时期便可以大大降低损失 公布尚书点头 但是锻造起来很是难 有秦都造重新设计的都造厂 炼制每一口飞剑的部件 并不困难 严峰帝思索道 让各个都造厂生产大批部件 在战争中随时替换破掉的灵兵 楼船 云车的部件 这样即便是大规模的战役 战场损失也不会很大 你们公布应该去学习学习 尽快将这种都造厂推广开来 他正说着 秦目已经下令拼接 随着数以百计的神通者 将一个个中心灵箭扣在一起 一个方圆母许大小的圆盘 被拼接出来 接着 从北方雪原前线归来的 霸山祭九来到下方 双手托举 以雄魂法力 托起这个巨大厚重的圆盘 又有数以百计的神通者 于贯走出都造场 旁边有人不断念着术号 每念到一个术号 便有一个神通者上前 将一块零件或者部件 拼到圆盘上 拼旧的零件越来越多 圆盘底座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厚实 带到拼到近万零件部件 霸山祭九这个雄壮的汉子 也是双腿战战 被压得腰身几乎无法直起 故离暖上前 两人以雄魂法力 支撑起圆盘 圆盘已经方圆四百亩 带到术号念到两万七千 占地千亩的圆盘底座 终于拼成 而圆盘下 则是四位胶主级的强者 以法力将这个巨大的神炮底座 拖在空中 圆盘上 秦牧和许多公布官员 飞速游走 查看每个街坊间的正文符文 确认没有出问题之后 秦牧一声令下 又有巨兽拉着一辆辆大车驶来 车上许多钥匙纵身跳下 搬运钥匙来到圆盘上 开炉 秦牧转令道 开炉 五十六口丹炉被打开 钥匙投入其中 一个个钥匙各自催动元气 点燃丹炉 顿时炉中火光熊熊 火焰从红色变成白色 从白色变成青色 又从青色变成蓝色 无比可怕的能量 在这个战地千亩的圆盘上的正文 和符文间飞速流淌 将圆盘上的符文正法 彻底激活 圆盘下的四位胶主级强者 立刻感觉到压力一清 这个巨大的炮台 竟然无需他们拖着 自己便漂浮在空中 一众官员纷纷赞叹 鬼斧神功 真是鬼斧神功 阎峰帝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秦牧这次主要是拼成神炮的底座 是一式单炉和阵法运转 但只是势炉 便消耗了能够支撑一场 中型战役的钥匙 反正 花的不是他的钱 阎峰帝肉疼不已 秦牧检查完毕 从底座上纵深跃下 高声道 熄灭丹炉 放下底座 丹炉渐渐熄灭 空中漂浮的巨大的底座 也渐渐地落下 很是平缓 即便如此 也先动巨大的气流 狂风呼啸 将众人吹得一扇哗啦啦作响 脸皮也被吹得都是褶子 气流平息 秦牧高声道 众药师 备好药石 带到炮架和极光插链好之后 再启动一次丹炉 众多药师领命 阎峰地面色苍白 为何还要启动单炉 秦牧道 陛下 射日神炮的零件部件太多 难保有什么插错 炮架和极光插链好之后 必须要再启动 检查是否有插错 阎峰地笑咪咪道 还需要启动几次 如果没有出插错的话 两三次足够了 秦牧盘算一下 道 若是出差错 需要检查插错出在何处 那就不知道 需要启动多少次了 尤其是神眼部位 采用的损卯结构 和立体齿轮玄接结构 因为太复杂 出错的几率就大 陛下放心 在场这么多数数高手 肯定能够最快检查出 差错何在 微臣尽量控制在十次之内 不会花太多钱 陛下 下次开如是在半月之后 还请陛下 那就好 那就好 朕不来了 你全权打理 上书 扶朕回宫 秦牧牧送皇帝 被几个官员 颤巍巍地搀扶走了 心中纳闷 难道皇帝的伤还没好 不对啊 我和小毒王明明 把他治愈了 虚声花面色凝重 看着这个巨大的圆盘 秦牧走过来 笑道 虚兄 你觉得这个炮台如何 天功造武 鬼斧神功 虚声花瞥他一眼 道 秦兄的精力放在这种事情上 我倒觉得 秦兄很快便会被我击败 你既是神医 又是天功 不可能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修炼之上 时间一长 你的修为便会被我超过 一败涂地 虚兄懂得用心机了 秦牧微微一笑 道 你不想让我制造出这口神炮 又打击我的信心 不过对我来说 无论是一道还是天功 都是一种修行 我都可以用在自己的实力上 其实 我若要剩你 毒死你 或者断遭戾气轰杀你 都很简单 这也是我的实力 虚声花心中一沉 道 那不是真正的手段 秦牧哈哈大笑 拍了拍他的肩头 我们霸体 学啥会啥 你也不要只顾着修行 你知道 你下次挑战我的时候 我是徒手打死你 还是毒死你 又或者是用宝物轰死你 我出诊费一千大封闭 早点给我 别欠我的恩情 然后你我便可以再度交锋 我等你 虚声花愕然 突然一个小女孩 蹦蹦跳跳地走过来 身后三条白尾巴摇来晃去 飞速地写了一张欠条 脆声声道 虚公子请画鸭 虚声花迷迷糊糊地画了鸭 那小女孩正重万分地 将欠条收起 跟着秦牧走了 我从上仓下来 没能杀掉人皇 反倒欠了他一千大封闭 虚声花晃了晃头 心中感慨万千 这让我如何回去 玉柳 惊艳 怎么才能赚钱 玉柳和惊艳也是一筹莫展 赚钱的最快途径 便是卖宝贝 他们从上仓带下来的宝物不少 卖掉几件还钱也是可以的 不过虚声花病倒时 能够卖的东西都被卖掉了 只剩下玉瓶和琵琶 但玉瓶和琵琶 是乔心君的宝物 万万卖不得的 我精通音律 能换钱吗 虚声花问道 公子要出去卖唱 惊艳失声道 这如何使得 而且卖唱也不赚钱 虚声花沉吟道 炼制灵兵 我却也懂得一些 或许可以炼制几口灵兵换钱 公子要做打铁匠 虚声花微笑道 我是霸体 不学则矣 要学 便一定会做到最好 你们放心 我做铁匠 也会做到最好 绝不会比秦人皇这个霸体差 惊艳和玉柳露出优色 护视一眼 心道 虚公子只怕是无法回到上苍了 他的心 已经不是在上苍时的那颗心了 一个月后 秦目在遇到虚声花时 是在一个铁匠铺中 上苍最出色的弟子 早已不是从前那种 完美无瑕不染烟尘的形象 正在提着大锤 锤炼玄金